太扁了,而且歪一扁,整個字打過來 高一點 加重 傾斜度,右邊一般都會高一點點 這樣就比較平衡,因為傾斜度幾乎是往右下 長,斜度也是不太夠 整個字太大,往下掉了 好,斜度要出來 這層不要寫太大了,小一點 把它藏在裡面 這樣就不會太大 好,那左邊的我們很快的看一下 小凱沒有落寬,沒關係 也是太大,然後字太正 像這裡就寫不穩了 這應該一個弧度這樣過來 然後寫小一點 尤其這裡面這個王 應該玉了,寫太大 魚中也是一樣 你看左邊空格,右邊快撞到了 這字鐵裡面的,有 這太重了 然後這兩點也太重 不太平衡,小心 你現在都會碰到頭中腳筋或腳筋頭 某一個地方 這邊就太重了 這邊又弱掉了,對不對 不平衡 再注意看圓鐵的寫法 睡外邊,中心也是往右下偏 而且寫寫的 造型要注意 剛剛一直強調 要注意 你這個 已經有折格子 這能力 你也是一樣 中心點被你往右下偏了 這都太重了 這也太弱了 你撇太快 鋁字也是偏右 你都會偏右了 中心在這裡 本來應該在這邊 然後一樣 橫畫你都變右下太低 大概跟 要平衡 再上去下來 這樣才會 不然整個字又掉下去 轉折太重 好,條 這個弱 不要弱到 快要沒氣 那整個字又偏右 這個字又寫大了 小心這個 它流暢度 陽更大 太大隻了 然後整個撞到地上 上面這麼寬 這張不好 所以要算好了 一開始 這視覺感覺 要注意 比如說你寫完 一定寫很多張 這問題點就要注意 下一次 寫過的 走在旁邊看 就不要重複犯這個問題 注意一下